如果你想要购买手表呢 除了一般的表店和专卖店等管道之外 也有不少人呢 会到拍卖会上面去寻找手表 因为在拍卖会上面呢 你可以买到一些已经停产 或是一些特别版 还有一些市面上面买不到的款式 那究竟在拍卖会上面 买手表的入门门槛高不高 拍卖会的运作又有什么样的流程呢 这一集我们就邀请到邦汉斯的 王维浩小山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拍卖会的入门课 好那首先呢想要来问一下小山 目前其实全球啊 比较大的主要拍卖行 大概有哪几件 如果是以钟表这个领域来讲的话 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福比和贾士德 那另外这几年声量也很大的是 Philips富一时 那还有比较历史也算蛮悠久 专门以拍卖钟表为主的安地古人 那当然还有我们邦汉斯啦 只是说邦汉斯和前面这几家比起来的话 我们除了也会有高端就是很高价的表之外 我们有很多比较friendly 比较accessible 比较容易入手的表款 那所以如果以就是一年的拍卖场数来说啊 比较大的主要拍卖会有几场 比较大啊 一般来讲就是会有春拍和秋拍两场 春拍是在五六月 然后秋拍是在十一月底 那钟表来讲的话 其实各家拍卖行可能都会有一些主题式的转拍 那那个就是不定时可能会有啦 那另外还有这几年比较兴盛就是线上拍卖 那以邦汉斯来讲 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场的线上拍卖 那所以如果以像刚刚想要提到的说 一年会有春拍跟秋拍马机场比较大的拍卖 那以你们拍卖行来说 其实你要准备一场大拍 或是要准备一场专拍 你们的流程会是什么 要完成一场拍卖 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有表可以卖 那至于表从哪里来 其实有两个方式啦 第一个就是厂家自己把表拿来给委托给拍卖公司卖 通常他可能是因为他对他跟二手表店没那么熟 他想要找比较有信誉的公司 所以他拿来给开卖公司 那第二点是因为拍卖公司他 拍卖的时候不是只有台湾这边的厂家来看得到 而是全世界厂家都看得到 所以就会有比较多人参与竞标 就有机会把这支表的成交价拉高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拍卖公司的专家 会主动去跟我们认识的厂家联系 就我们可能知道Amanda你手上有某一支表 那我们就会去跟你联系说 你最近想不想要卖这支表 然后我们接下来有什么什么拍卖 那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表委托给我们卖 这主要是就是拿货去取得我们有表可以卖的这个过程 收集到拍品之后啊 那你们后续还会进行哪一些准备工作 收到 确定收到表之后 我们会例如帮这支表拍照啊 拍照之后我们要把它放入行录里面 所以你要去确定说例如这款表 它有哪些配件 还有它的机型号码 表可号码 就你全部的表收起之后完成这本行录 差不多也就是这一次的拍卖要上线的时间 那所以你们收到手表的时候 你们会帮它重新做整理或是保养吗 嗯 基本上其实是说 你要先确认这支表状况如何 如果这支表状况真的很糟 但是卖家又是非常希望卖的话 那我们就会帮卖家拿去做整理 做保养 那如果OK的话再拿来卖 那所以等到你们的拍卖上线的时候 那是其实一般人都可以参与竞标的过程吗 有没有什么就是入门的门槛啊 任何人都可以来参与竞标 但首先你要先上网去注册一个账号 那注册账号的时候会需要你填姓名地址电话 这些基本资料 那接下来我们会请你提供你的身份证明和地址证明 经过认证之后我们会给你一组你的 例如类似客户编号的东西 那接下来你就是用这组客户编号来参与 例如邦翰斯这个拍卖公司的所有竞标 那上网注册完我得到这一组代码之后 我要怎么样去参与竞标 嗯 参与竞标其实有蛮多种方式的 最传统就是你去现场竞标 你去现场竞标的时候就是 把你这组客户代码给现场人员 那现场人员他会帮你记录 你的代码之后给你一个号码牌 那这个号码牌就代表说 假设你Amanda你拿到的是10号台码牌 那你接下来举牌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10号举了多少钱 那这个举这个价格的人是Amanda 那接下来还有委托竞标 委托竞标就是说你人不去现场 但是你填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里面就写清楚说你是要参与哪一场排卖 那这场排卖的哪一个排品 然后你会注明说你针对这个排品 你最高愿意出多少钱 那最后这个表格会由人员记录下来之后交给排卖官 排卖官在现场会代替你来出价这样子 那除了委托和现场标之外 也有电话标 电话标其实也是一样 你填一个表格 然后针对哪一场拍卖 针对哪一个拍品写清楚 到时候就会有人打给你 例如你想要标的是第10号拍品 可能在8号的时候 我们的人就会打给你 然后跟你说你要标的这个东西快到了 等到真的10号拍品开始标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跟你说 现在标到多少钱 下一口价是多少钱 你要不要标 你要不要出价 这样子 最后还有网路竞标 网路竞标其实就是你去上网 然后自己登入你的账号密码 就可以出价了 大概差不多就是这四种 那所以如果我对一场拍卖有兴趣 可能我就会上网去看一下 这场拍卖相关的讯息 然后还有一些手表的行录 跟一些资讯 那我们在看就是拍卖行录的时候 有哪一些关键字或资讯 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第一个要知道的 我觉得其实是 很多表都会使用鱷魚皮表带 那其实在拍卖行录里面 就会注明说 它使用的是 indangered species 名为动物的皮革 那它在拍屏编号旁边 会有一个歪 那你看到这种拍屏的时候 其实你就要知道说 你到时候标的这支表 它寄过来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法令的关系 它没有办法进口 所以你可能到时候 只会收到一个表头而已 但这并不是说你的表带都已经被丢掉了 你的表带其实是在 离开我们拍卖公司之前 就被先拆下来 我们帮你保存在我们拍卖公司 那假设你是在香港拍卖買的 那接下来 你自己本人到香港 或是你有朋友到香港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我们公司 跟我们取货 还有一个对买家来讲 也很重要的是 no reserve 就是说它不设底价 标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通常买家看到都会很开心 就是它可能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买到这支表 不设底价的手表 那它的起标价是多少 虽然它不设底价 但还是有可能 有很多人针对这支表做委托竞标 所以拍卖公司会以委托竞标的价格 来决定说 那它大概要从哪一个数字开始做起标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 必须要提的是 虽然它不在拍卖行录里面 但是更重要它是 condition report 状态报告 就是说我们拍卖行专家 他会针对这支表做一个所有细项的报告 就是可能表科 例如表科哪里有花花 面盘有没有氧化 或是它的指针是不是 是不是还正常的 然后机芯是不是正常运作 我们会针对这些细项做描述 那你在买这支表之前 需要把这些状态都看清楚 再下标 那如果最后就是历经这些拍卖的过程 然后买家终于标到自己想买的手表了 那最后它要付的这些费用会有哪些 除了落锤价之外 它还必须要付买家佣金 买家佣金加落锤价 它才会是最后的成交价 买家佣金 基本上每家拍卖行 它的算法可能都不太一样 像有一些是固定的买家佣金 那以邦翰斯来讲就是 它会以落锤价不同的级距 有不同的帕数 例如10万以内就是27.5% 那10万零一块到500万 开始就变成25% 那除了买家佣金之外 还有运费 也是要自己负担的 那另外还有税 就例如你从香港买 然后寄到台湾 进口税会有5%的进口税 那所以如果我就是在拍卖会上面 不要戴了一只手表之后 就是拍卖行本身会提供保固吗 那如果后续就是保养维修费用 是不是也是买家自己要负责 就是一般来讲拍卖行 你不管在哪一个拍卖公司 买票都是没有保固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在买之前 你就要把状态报告看得清楚 就是你确定你这个状态报告里面描述的状况 是你可以接受的才来参与这个竞标 那如果你有疑虑的话 当然也可以跟拍卖行的专家们联络 如果我要拍这只手表 我是有可能事先先看到这只手表的实表的吗 现在因为科技发达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跟你Facetime 用视讯的方式展示这只手表给你看 那如果你没有空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另外拍照片影片传给你 所以其实如果我在拍卖会上面买手表 会有哪一些优缺点 在拍卖会买表最大的优点 其实就是你可以买到一些 你平常很难找到 例如停产的表 或是限量版 或是说专卖店限定款 这你很难买到 或是你可能原本要是 品牌VIP你才能去买的表 那第二个优点是 因为国际拍卖公司 他都有专门的专家帮你鉴定过 所以你不用顾虑去 会不会去买到房表 至于缺点 我觉得不能说是缺点 这就是拍卖会的属性 就是你没办法掌握这只表 最后会以多少价格落垂 因为拍卖上是 全世界的买家都在跟你竞争 你难保不会有哪个买家 他比较失去理性的 就用很高的价格来买这只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必须要很清楚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那其实像一般啊 就是媒体在报道这种拍卖的 就是钟表新闻的时候 通常都是那种比较 创天价啊 这种比较特别的表款 可能我们会比较特别报道 所以其实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种 好像拍卖会上面买的手表 都会是贵的 或者是那种大复杂的 我才买得到 如果一般我想要买 就是比较平价一点的手表 我在拍卖会上面是找得到的吗 其实找得到啊 只是说你要多去看而已啊 像我自己的例子来讲 我刚好就在我们方案师拍卖行 上个月在纽约拍卖 就看到一只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的佩娜海 它的型号是1183 因为我一直在观察这款表 所以我知道它的行情价 大概都是4000到5000美金 但刚好这支表在方案师拍卖 它的价 它的估价是2000到3000美金之间而已 我就很兴奋 半夜起床来看这场拍卖 然后决定要 我就自己设了一个底线 我大概2500左右想要可以买到 的话我就来表 然后最后 最后它虽然是2800成交 但2800加上买家佣金 然后再加上运费 再加上一点进口的关税 这样加起来 其实还是会比 你真的在Chrono24上面买 要便宜 那我就觉得这样 其实OK啊 不错 就是你不一定说在拍卖行 只能买到超高价的表 其实也是有机会减到便宜 那我们刚刚聊的都是比较买家的方面 那假如今天好 我想要从一个卖家 我手上有一些手表 然后想要委托拍卖行来帮我出售的话 那我要委托的流程是什么 首先就是跟我们拍卖公司联络 然后你可以拍照 把照片发给我们这些专家 我们会经过 经由照片来先做一个初步的判断股价 接着再后续跟你讨论 实际上要用多少价格来 预估它接下来的行情 那卖家要付给拍卖公司的佣金 大概会是多少 这个问题其实有比较多的弹性空间 因为我们会是 例如你这款表的稀有程度 而如果这款表真的超少见 超超级抢手 那我们可能就会 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来跟你谈 我们可以给你比较好的offer 或是说你这位卖家你可能是很重要的超级VIP 那我们可能也会有不同的offer 那除了卖家佣金之外 另外还有一些像是1.5%的保险啊 还有从 例如你是来香港卖的话 你从台湾把表 拿去香港卖 你可能也会要付香港那边0.5%的税 差不多就是这些 会有这些后续费用 好那最后呢想要来问一下小山 就如果我真的就是超想要在拍卖会上面买到一支 我喜欢的手表有没有什么绝窍 当然除了就是前出很高之外就一定买到 就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什么绝窍 你最后可不可以给就是一些 想要在拍卖上面买手表的一些表明一些建议呢 我会有两个建议啊 第一个建议就当然就是 你必须多去看就是各大拍卖公司的钟表拍卖 因为难保你不会忽然就看到 你自己想要的那款表 然后出现在某一场拍卖上 甚至有可能同时两场拍卖都有这支表 但是这个拍卖它可能估价比较便宜 然后这个拍卖它可能比较高 那你就可以衡量自己要在哪一个地方买 这是其中一个建议 那第二个建议是说 你必须要衡量自己的能力自己的预算 衡量预算然后做点功课 大概了解这款表的行情 那你就可以得出说 你最高愿意用多少钱来买这支表 这样你到时候在表的时候 你比较不会 犹豫不决 比较不会迟疑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在拍卖的时候 有些拍卖官它落锤非常的快 那你可能会来不及出价 或是说你如果用网路竞标 网路有可能会lag 因为有很多买家同时在买 你lag的话你一持疑 你可能就原本80万可以买到表 你可能要用90万才能买到 这些都是一些小的建议 就是说可以帮助你 有利于你用比较 比较你能够接受的价格 来买到心仪的标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